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Uloom TSL一集训练 我是文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学两个关联词 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两个关联词 它们是只要就和只有才 这两个关联词非常相似哦 你是不是经常搞错呢 我们来看吧 好 只要就和只有才呢 它们两个都是条件关系 那条件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条件关系的前半句它表示 你这个句子中要达到的条件 那它的后半句都表示呢 你满足条件之后 你会有的结果 所以有些句子这两个关联词都能使用 但是呢 你会发现它们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你看这里有位妈妈 她说医生我的孩子还好吗 那医生说什么呢 别担心 只要动手术它就能恢复健康 那这用只要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哦 妈妈又说那我可以不动手术吗 因为妈妈觉得动手术太危险了 那医生就说也可以吃药哦 我们用只要就的时候呢 我们前半句的条件它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一定要达成的条件 我们可以换其它的条件 所以用只要就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的条件一定不是唯一的 而且也不是一定要达成的 但是呢 你看这里的情况不一样了 有个小男孩他躺在了病床上 那妈妈很担心的问 医生我家的孩子情况怎么样呢 这时候医生说的话是 现在他只有动手术才能恢复健康哦 那这里又到了只有才 我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吧 那妈妈也是问一样的问题 那可以不动手术吗 哦这时候是不行 因为呢 只有动手术能够帮助这位 病得非常严重的小男孩 所以我们用只有才的时候呢 前半句的条件它是唯一的 而且是一定要达成的 它的条件是不能被替换的 它不能像刚刚的小男孩一样 靠吃药来回复健康 所以呢 动手术是对这个小男孩来说 一定要满足的条件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能够恢复健康 现在你们明白 只要就和只有才的区别了吗 明天的PSLE集训您就到这里咯 刚刚的关联词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在家要多复习哦 如果还还有想知道的词与区别 也欢迎在我们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留言让我们知道咯 我们下次再见 吧 是啊 咯